周立波事件反转,某某人私人信息曝光,唐爽才是被伤害的人。 周立波事件到了这个份上其实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而就此事网友们只想说的是正义从来不会迟到,如果没有看到的时候就需要等一等了。 而就周立波这一件事情,王志安老师给大家带来了最新的报道并且是直接揭开了最后的一层面纱。 对于背后某某人所说的一切,得出的最终结果就是周立波的妻子胡杰才是幕后的真正总导演, 而用某某人所说的话来讲就是这一件事情我们几个大男人之间被伤害最深的就是唐爽了。 而在此事之前其实唐爽就已经形容了自己的这一次遭遇他声称坦途的人生经不起一次搭错车。 大家一致地认为周立波和胡杰对这一件事情的做法有点不妥,而且唐爽也坦言了自己为什么跟他们夫妻两人的关系已经破裂, 说到底就是要唐爽为周立波作家正自己没同意,而且从某某人的采访也明确地得出,此事就是胡杰在一手安排,并且唐爽才是被伤害最深的人。 再次某某人也在事后把自己和周立波之间的信息拿出来公示了,但他一再地强调周立波和自己依旧是朋友, 他只是一个被牵着走的大男孩,我其实挺同情他的。 没有枪这一回事情,没有中间这个妇人,我们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 而且这种事情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事。 而某某人的出面也坦言了,这整人的事情给唐爽的伤痛是无比巨大的。 并且某某人一再地强调,整件事情之中最清醒最明白的只有唐爽。 就连他自己也曾差一点迷失了其中,因为当时事情开始后那个妇人就已经在布局,并且所有看起来都是顺理成章的。 但如今想起来,只有唐爽没有上他的当,毕竟他是一个文化人,头脑十分的清醒。 也正是这份清醒,才惹来妇人对他的不满,持枪的事情已经出来了,所以妇人才要求他做嫁证。 被伤最深的就是唐爽,也通过这一件事情让唐爽真正的看清楚了背后这些人的面目。